中国举办的海峡论坛将在16号登场 国民党赵网利指派副主席率团出席 不过陆委会发出了新闻稿强调 海峡论坛是中共重要的对台统战平台 不乐见国人参加 也提醒中国在今年4月修订反间谍法 小心被滥捕 而国民党则表示 一切符合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和相关法令规范 目的也是要协助台商台生还有台胞 与对岸相关部门沟通 第15届海峡论坛16号将在福建登场 今年新冠肺炎解除警报恢复实体会议 国民党按往例派副主席率团参与 这是一个民间的活动 我会去参加主要的论坛的开幕式 接着我会跟台商搞机会在那边见面 然后会到云南去 国民党中央有副主席夏立言带队 有智库代表高斯伯和杨振武 大陆事务部主任林祖嘉等 还有其他上次新竹市党部主委李静颖 两位县党部主委邱一峰都会参加 只是今年还开放300个名额给台湾人 并免费招待四天三夜观光参访行程 陆委会要国人踩沙车 陆委会发新闻稿痛批海峡论坛 是中共重要对台统战平台 不乐见政府人员参加 也提醒要遵守两岸条例 避免处罚 而且今年四月中国修订反间谍法 并以国安为由 滥捕台湾人民之境外人士 建议国人到中国前一定要 审慎评估 民进党支持健康有序的两岸交流 也呼吁国内的政党 不要成为中共统战的工具 中共持续对台进行统战策略 年年都有的海峡论坛 是否能奏效蓝绿双方不同解读 记得分离民度 叶林凡台北上报道